第十一題,第十一題十二題是題組 中秋假期埃凱德爸爸拆車載著全家一起回台中老家 車子至上午八點開出,於八點二十分開上高速公路指標二十五公里的台北交流道 並在上午十點二十分開下高速公路指標一百六十五公里的台中交流道 沿途車多,則有關此趟行程,請回答十一道第十二題 第十一題是問,有關高速公路指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阿凱從嘉里到台北交流道的路定長為二十五公里 這個是錯的,台北指標二十五公里是從高速公路的起點算起二十五公里 並不是從阿凱的家里算起,選項A是錯的 選項B,台中交流道的指標一百六十五公里 是以台北交流道為參考點,這個當然是錯的 剛才已經說過了,他指標上顯示的多少公里是以高速公路的起點為參考點 而並不是以台北交流道為參考點 選項B是錯的 選項C,台北交流道至台中交流道的路徑長為一百四十公里 台北交流道的指標是二十五公里 台中交流道指標是一百六十五公里 一百六十五減二十五就是一百四十 也就是台北到台中的距離是一百四十公里 這個距離是實際上所走的距離 並不是兩點的直線距離 也就是不是兩點之間的位移 所以選項C是對的 而選項諸說位移大小為一百四公里是錯的 因此第十一題問我們說有關高速公路指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台北交流道至台中交流道的路徑長為一百四十公里